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却是一个例外 这个城市就是嘉兴市 嘉兴市虽然也是江苏省的一个地级市 而且距离上海杭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十分接近 但是当地的经济水平却并不理想 虽然人均输入较高 但是其总体的体量却无法和其他苏南城市相比 由于它那优厚的地理位置和其相对较差的经济发展成就 使得嘉兴被不少人诟病 甚至称其不争气 那么嘉兴又是因为什么而得不到发展呢 其实这要说到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了 在明朝以前 我国最为发达的地区都是接近运河的城市 运河强大的水利运输网络 使得这些城市的商业开始繁荣 除运河以外 长江的作用也十分明显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而同时 它还是一条深入南中国内陆的河流 它的运载能力是许多运河所不能比拟的 而苏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 既通运河又连接长江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使得这些城市在过去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阿嘉兴虽然没有与长江相连 但是凭借运河的便利条件 也得到了不错的发展 不过到了明代的中后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随着海运成为新兴的运输方式 河运的便捷性开始受到挑战 这时许多连接长江的城市 还可以通过长江入海 经济的发展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 而嘉兴却因此放缓了发展的步伐 而这才是这座城市 如今变得毫无存在感的根本原因 小伙伴们 你们听说过嘉兴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